好 同学们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本章的最后一节 诉讼时效制度 诉讼时效制度考题还是比较多的 但是诉讼时效制度它不考主关题 都是客关题的考法 重点主要集中于后半部分 其中中止中断那块考的最多 那我们首先先来了解一下诉讼时效的基本理论 这是一个两星级的考点 所谓诉讼时效 它指的是请求权不行使达到一定期间 而失去国家强制力保护的那么一种制度 古语有云 有花堪折直虚折 莫待无花空折之 用咱们现代人普通老百姓的话讲 叫有权利您得及时行使 有权利不用啊 过期作废 诉讼时效指的就是 你的请求权如果在期限内不使用 那对不起就作废了 就失去了国家强制力的保护制度 好 那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诉讼时效 届满的法律效力 说失去国家强制力保护了 它到底失去的是什么 那么首先站在权利人的角度 它实际上有两项权利是不受影响的 首先第一个 它的起诉权是不受影响的 换句话说诉讼时效期间的经过 它并不影响债权人提起诉讼 它向法院去起诉 不是说法院一看超过诉讼时效了 直接就驳回了 而是法院照样立案 起诉权不受影响 好 第二个 它的实体权力 并不消灭 就是诉讼时效 它只是失去了法律的这种方向的保护 但是诉讼时效这种时间的经过 它并不会导致实体的这种债权的消灭 换句话说 欠债的事实 它是不会因为超过诉讼时效而消失的 正因为如此 所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 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提出 同域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 或者自愿履行义务后 又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由进行抗辩 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说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了 那又如何 是吧 债务人以前没有能力还 他现在有能力还了 他想还 他愿意还钱 那债务人愿意还钱 债权人能不能接受啊 当然可以接受了 是吧 因为欠债的事实是存在的 好 那么债务人还了钱之后 债务人后悔了 是吧 债务人以诉讼时效借满为由 进行抗辩主张回转 希望把这钱再要回来 人民法院支持吗 当然是不支持的 因为站在法律的角度 他还是鼓励还钱的 是吧 好 那么有人说那诉讼时效接满 权力人到底是什么权力受到的影响 是权力人的胜诉的权力受到了影响 换句话说 当你超过了诉讼时效之后 义务人就获得了抗辩权 抗辩权 是债务人的权力 债权人起诉之后 那么如果债务人去主张了诉讼时效的抗辩了 人民法院确认诉讼时效确实借满了 就会驳回其诉讼请求 驳回谁的诉讼请求 驳回债权人的诉讼请求 所以义务人的抗辩权 是用来对抗权力人的胜诉权的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诉讼时效抗辩的提出 诉讼时效的抗辩权 是谁的权力 是义务人的权力 正因为是义务人的权力 所以这个权力必须由义务人来行使 所以当事人如果没有提出诉讼时效抗辩 人民法院他不应对诉讼时效的问题进行示明 以及主动试用诉讼时效的规定进行裁判 首先第一个 作为人民法院 他不需要对义务人去提醒 说他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了 他超过三年了 不需要去做这个提醒 因为从法律的角度来讲 他还是要鼓励还钱的 好 第二个 我们说抗辩权是义务人的权力 所以必须由义务人行使 人民法院他不能主动使用 好 第二个 就是义务人行使权力 要在什么时候行使 当事人在一审期间 去行使 诉讼时效的抗辩权 那么如果当事人在一审期间 没有提出诉讼时效的抗辩 在二审期间提出的 人民法院原则上是不予支持的 当然了 如果是基于新的证据 能够证明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 这个是除外的 如果不是基于新的证据 只是一审期间 他没想起来没提 然后接下来 他上诉在二审的时候提 这个对不起 人民法院是不支持的 所以大家记住 诉讼时效的抗辩 首先要由义务人提 其次原则上义务人要在一审题 OK就行了 好 接下来注意 诉讼时效 它是具有强制性的 诉讼时效的期间 计算方法 以及终止中断的事由 均由法律来直接规定 当事人约定无效 当事人对诉讼时效利益的 预先放弃 也是无效的 这个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 叫诉讼时效期间法定 比如说我们的普通诉讼时效期间 就是自知道或应当知道 权力受遣害和义务人之日起三年 那当事人之间不能够约定 说咱们的诉讼时效期间十年行不行 说咱们诉讼时效期间三天行不行 不行 放弃也是无效的 好 那么接下来 在这儿我们要有一个名词对比 就是诉讼时效和除斥期间 所谓的除斥期间 它指的是法律规定某种权力 预定存续的期间 债权人在此期间 如果不行使权力 预定期限届满 便可以发生该权力消灭的法律 后果 有人说这个概念看上去之后 跟诉讼时效期间 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实际上在这里边是不一样的 首先第一个 我们在前面说过 除斥期间它是一个不变期间 换句话说 这个预定存续的期间 它不会因为主客观的原因 而导致什么暂停啊 延长啊等等等等的 没有这个东西 第二一个 当除斥期间届满之后 发生该权力的消灭 是彻底的消灭 这个权力的消灭 是指实体权力的消灭 你比如说 我们在前面讲 撤销权的行使期间的时候 是吧 自知道或应当知道之日起一年 这就是除斥期间 那么一旦超过了这一年之后 你再去行使撤销权是不行的 人民法院是不受理的 它是实体权力的消灭 但是诉讼时效期间不一样 它只是由对方获得了抗变权 它的起诉权和实体权力 都是不消灭的 这就是除斥期间和诉讼时效 它的一些区别点 在这儿呢 我们也是给大家整理了一下 两者的对比啊 首先从适用对象上不同 诉讼时效一般呢 它适用的是债权请求权 那除了债权请求权以外呢 有一部分误权请求权 也是适用诉讼时效的 后边我们会给大家介绍 所以我们这儿说的是一般 好 那么作为除斥期间呢 除斥期间一般呢 就是形成权 它适用除斥期间 像追认权呀 解除权呀 撤销权呀 这些形成权 是适用除斥期间的 当然这个除斥期间 也可能适用于请求权 从原用的主体上来说 作为诉讼时效呢 人民法院是不能主动原用的 必须要有当事人主张之后 人民法院才能审查 因为超过诉讼时效期间 是义务人拥有抗边权 所以得义务人自己去行事 但是除斥期间 无论当事人是否主张 人民法院都是可以主动 审查的 因为你超期 你就实体权力消灭了 对吧 所以我们说 效率届满的情况下 诉讼时效的实体权力 并不消灭 但是除斥期间 届满的话 那实体权力会消灭 大体对比一下就行 因为这个内容 它不是我们 这个考试的一个重点方向 它也不会过分的展开来考你 大方向上能了解 能判定就行了 我们不再深入的展开来说了 往下来 看一下题目 这道题说 下列关于诉讼时效期间 届满法律效力的表述中 不正确的是谁 A说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后 实体权力的本身归于消灭 诉讼时效不影响实体权力 除斥期间届满 实体权力才会消灭 对吧 所以A是错的 B说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后 债务人获得抗边权 这是对的 C说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后 权力人起诉 人民法院应当受理 起诉权并不消灭 D说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后 当事人自愿履行义务的 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 这个指的就是实体权力 不消灭的问题 所以很明显 A D是一对矛盾选项 D对了 A就是错的 那这道题的答案就是A了 因为问的是不正确的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道 二二年的单选 这道题说 下列情形适用于诉讼时效的是谁 A是债权请求权 B是撤销权 C是解除权 D是追认权 那我们知道撤销权 解除权和追认权都是形成权 也就是一方做出一字表示 行为就能成立的 所以他们适用的应该是除斥期间 而请求权 债权请求权 适用的是诉讼时效 所以答案就是A了 这个点 就是像诉讼时效和除斥期间 你掌握到这个程度 基本上就够了 不用再深入研究了 好 往下来 我们来看一下诉讼时效的适用范围 是吧 前面我们说通常情况下 适用于这个债权请求权 当然在这儿 我们说的会更加细致一点 我们说是一般情况下 它适用于请求权 适用于请求权 那除了适用于债权请求权以外 它还适用于部分物权请求权 但是大家注意 并不是所有的债权请求权 都适用诉讼时效 也不是所有的物权请求权 都适用诉讼时效 所以在这儿 我们要重点关注的是不适用的情形 不适用的情形 我们是有两个法律文件加以规范的 首先是在诉讼时效司法解释当中 规定了三种不适用诉讼时效的债权请求权 分别是支付存款本金及利息的请求权 兑付国债和金融债券 以及向不特定的对象发行的企业债券的本息请求权 还有基于投资关系产生的缴付出资的请求权 你往银行存了一笔钱 存的是定期三年 三年到期之后 你把这个东西给忘了 或者说存值找不着了 你一直没去银行取 你别说过三年过五年过十年过二十年 你找着这个存值 你到银行去取钱 这个钱都是你的 不能说因为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了 是吧 那你到银行去取钱 银行就不认了 你到法院去行权 就失去法律保护了 那是不可能的 是吧 所以这是存款的问题 第二条说的是债券的问题 而第三条说的是出资问题 这三条里边我们要特别说一下出资 出资制这三条里边最重要的一条 它的重要性是在于 跟我们后续的公司法有结合 在我们的公司法司法解释三当中 有专门的针对于出资 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 而这个规定是考过主关题 也就是案例分析性题目的 那么在这儿呢 我们首先要求大家掌握的是客观题的规定 你能应对客观题 记住六个字 存款 债券和出资就行了 而出资不适用诉讼时效 去应对主关题 我们到公司法当中再去解决它 好 那么接下来第二个规范性法律文件 是民法典 在民法典当中 我们对不适用诉讼时效的习行 又做了规定 那这块劣势了 三类 第一个呢 是请求停止遣害 排除妨碍和消除危险的请求权 第二个 是不动产的物权 和登记的动产的物权的权利人 请求返还财产的请求权 第三个 是请求支付抚养费 赡养费或抚养费的请求权 那么这里边呢 前两个 我们将之称之为 叫做物权 请求权 叫做物权请求权 物权原本上是支配权 我们说债权是请求权 对吧 有赖于他人配合 但是在物权保护当中 是有物权请求权的 原来的老规定 也就是在民法通则的时代 所有的物权请求权 它都不适用于诉讼时效 你比如说像停止遣害 排除妨碍和消除危险 是因为遣害妨碍和危险的 持续性导致的 它不可能去适用诉讼时效 举个例子吧 比如说老侯家住在二楼 老赵家住在一楼 老赵他们家装修 把承重墙拆了 结果导致老侯他们家成危房了 那老侯就有权要求老赵 把这个承重墙恢复原状 这个叫消除危险 那大家想一想 如果老赵不把这个承重墙恢复原状 这个危险是不是持续存在的 因为这个危险的持续性导致的 所以像这种都是不适用诉讼时效的 都是不适用 那在民法典时代呢 我们扩大了诉讼时效的适用范围 扩大在哪儿 就是这个返还财产的请求权上面了 那我们要知道 作为物权上的物分为不动产和动产两大类 比如说房屋建筑物是不动产 对吧 那大家想一想 不动产我们要不要取得不动产权登记证书啊 我们要到不动产权登记机关去进行登记的 对吧 因为不动产是一定要登记的 所以它的物权保护力度是高的 这个东西到什么时候都是你的 因为国家机关那登过去 所以它不适用诉讼时效 别人侵占了 你就可以要求它返还你 对吧 而动产它分成两类 一类是登记的动产 一类是未登记的动产 你比如说车辆传播航空器 这个是要到国家有关机关去登记的 那汽车要到车管所去登记 要上牌子的 所以登记的动产 它的物权保护力度高 如果别人拿走了不还你 你可以要求它返还 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 那我们说民法典时代 扩大了诉讼时效的适用范围 主要是扩大在了未登记的动产上 比如说我手里边的这根手写笔 是吧 登过记吗 没有 所以没登过记 它的物权保护力度就低 因此现在像这种未登记的动产 就适用诉讼时效 那么第三类呢 是请求支付抚养费 赡养费或抚养费 这是人身关系之债的请求权 它属于债权请求权当中 不适用诉讼时效的投资规定 它是因为身份关系的持续性导致的 是吧 长辈对晚辈叫抚养 晚辈对长辈叫赡养 平辈之间扶助叫抚养 比如说老赵 他一直不给他妈支付赡养费 那会不会因为老赵超过三年 没有支付赡养费 他妈就不是他妈了 不是的对吧 这种身份关系 它是具有持续性的 不会因为你不支付赡养费 就不存在 所以像这种人身关系之债的请求权 是不适用诉讼时效的 那这个东西搞定了 应对客观题就简单了 是吧 首先记住三个词六个字 存款债件出资 其次记住了 在误权请求权当中 看清楚是登记的动产 还是未登记的动产 因为别的都不适用 对吧 那你就看这就行了 是吧 如果他说的是下类各项中 不适用诉讼时效的有 他给你登记的你要选 给未登记的是不能选的 对吧 就是这样 看清楚 这还是登记的 还是未登记的 然后看清楚前边 问的是适用的 还是不适用的 对上就行了 然后再有第三类 抚养费 晒养费 抚养费 不适用 就行了 好 接下来看题 21年单选 说出国访学的假回国后 发现邻居乙的房屋 外墙遥遥欲坠 随时可能倒向自己的房屋 更发现乙存在 擅自入住自己的房屋 在自己的房屋门口 随意倾倒垃圾 毁坏自己的房屋门窗 等不当行为 这遇到个什么破邻居 是吧 所以呢 他向乙提出了若干请求 那问你下列请求权当中 适用诉讼时效的是谁 A 请求以返还房屋 房屋是动产还是不动产 不动产 请求返还不动产 的这种 原物返还请求权 它是不适用诉讼时效的 对吧 它是不适用的 因为房子登国记 物权保护力度高 B选项 请求以赔偿损坏的门窗的损失 赔偿损坏门窗的这种损失 这是一种债权请求权 要求他赔钱 所以这是适用诉讼时效的 是吧 C是请求以加固起 随时可能倒塌的房屋外墙 这个叫消除危险的请求权 消除危险 有什么可说的 这个如果你不加固 危险是持续存在的 这个不适用诉讼时效 递选项 请求以停止在自己的房屋门口 倾倒垃圾 这叫什么 这叫排除妨碍吗 你把垃圾都到我门口了 那我怎么往外走啊 是吧 所以如果说你不停止倾倒垃圾 这种妨碍是持续存在 导致他不适用诉讼时效 那这道题的答案就是B了 所以我们说这一部分的考题 你说他简单吗 他考的非常简单 对吧 债权请求权 什么解除权 撤遥权 追认权 问你哪个适用诉讼时效 那你说他考的难吗 他也考的很难 他会和我们后续的误权 请求权误权 法律制度进行结合 用案例的形式 让你去进行判定 对吧 所以我们说既然考试呢 有深有浅 那同学们对自己的要求 你就不能可着那浅的要求 你就得可着那个深的要求 他最难考到这儿 你就必须得掌握到这个程度 是吧 你不能说他曾经考到过这儿 你就只掌握到这个程度 那是不行的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诉讼时效的种类 与起算的问题 这个同样也是一个两星级的考点 那我们首先呢 来看一下诉讼时效的种类 诉讼时效的种类呢 分为普通诉讼时效 长期诉讼时效 和最长诉讼时效 其实还有短期 就种类其实很多 那我们重点要求大家掌握的是 普通诉讼时效 和最长诉讼时效 普通诉讼时效 除了法律另有规定以外 是自知道或应当知道 权力被侵害和义务人 这日起三年 那除了法律另有规定以外 法律有规定的就从期规定 是吧 那法律有规定的有短期时效 也有长期时效 对吧 那长期的我们在这儿还有例 说国际货物买卖合同 和技术进出口合同 是教材上举的两个例子 它的长度是四年 那还有两年的 还有五年的 比如说未来如果大家有机会 去学习这个保险法 商业保险 那其中人寿保险的 诉讼时效期间就是五年 那其他商业保险的 诉讼时效期间就是两年 对吧 那这块我们珠海角才不列的 那考试它也不会考你 是吧 长期时效本身也不是什么重点 所以这个我们就不多说了 对于普通诉讼时效期间 大家光知道它的长度是不行的 同时你还要知道它的起算点 是自知道或应当知道开始算 但是同时你还得知道 你知道什么呀 你知道的是两件事 第一个你得知道权力被侵害了 第二一个你还得知道谁侵害的 因为你到法院起诉 法院是要求要有明确的被告的 是吧 你不能说到法院一脚踹开门 说法官我要起诉 法官说你起诉谁 你告诉人家无所谓 那无所谓不行 比如说 在一个漆黑的夜晚 伸手不见五指 老赵走在一个无人的小胡同当中 被人家从背后一板砖给拍晕了 一个小时以后才从地下爬起来 一摸脑袋上全是血 你说老赵知道自己的权力 被侵害了吗 当然知道了 但是谁侵害的知道吗 不知道 那你到法院起诉谁啊 这种情况你应该做的是到公安局报案 而不是到法院起诉 对不对 结果呢 三个月以后 酒桌上 跟老高喝酒的时候 老高说了 说老赵你知道三个月之前谁拍的你吗 老赵说谁啊 老高说我 我就看你不顺眼 所以背后给了你一板砖 这回是不是知道谁侵害的了 那知道义务人了 你就可以起诉了 对吧 就是这样 好 那么注意 普通诉讼时钥基金 它是用中止和中断的规定 它会受到主客观原因的影响 导致诉讼时钥期间 暂停和重新计算 后面我们会讲的 而最长诉讼时钥 它的时间长度是20年 它的起算点 是从权力被侵害之日 从老赵被人板砖拍了之后 不管他知不知道是谁侵害的 这个最长诉讼时钥 都是开始计算的 如果超过20年 是不予保护的 超过20年 你再知道了 也不行了 那注意一下 最长诉讼时钥 它是不受中止和中断的影响的 因为中止和中断 它通常影响的时钥 不会太长 你比如说中止客观原因导致的不可抗力 比如说发生地震了 你听说过哪个地震 震个十年八年的呀 没有吧 对吧 所以它有没有影响 一时的影响 因为时钥性很长 所以原则上 不会受这些主客观原因的影响 导致你难以刑权 因此它原则上 不适用中止和中断 但是呢 在极特殊的情况下 经过当事人的申请 可以由人民法院决定 适用延长的制度 但是必须得是极特殊的情况 什么极特殊情况 比如说 我们曾经在建国之后 有过十年的社会相对动荡的时间 在那十年当中 司法体系崩坏 你想起诉 你想告状 你想维权 上哪去 对吧 所以这种情况 因为它影响范围 时间太长了 所以影响到你行权了 那经过当事人申请 可以适当地去延长 由法院来决定 这个知道就行了 而至于两者之间的结合 我们就不再做进一步的举例了 因为我们在前面 讲撤销权的时候 那个知道或应当知道之起 一年和发生之起五年 已经举过类似例子了 玩法是一样的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题 这是一道单项选择题 2020年的考题 说下列关于最长诉讼时效的表述中 正确的是谁 A说最长诉讼时效期间为20年 没啥可说的 就考时间长度 正确 B说最长诉讼时效期间从权力人知道 或者应当知道权力被侵害时计算 对不起 错了 这是普通诉讼时效的起算点 最长诉讼时效是从权力被侵害时起算 跟你知不知道 没关系 C说最长诉讼时效期间可以中断 中止 不能中断 也不能中止 D说最长诉讼时效期间不可以延长 极特殊的情况下 当事人申请经人民法院决定是可以延长的 所以这是错的 那这道题的答案就是A了 好 接下来再看一道单选题 这道题说 这就是用案例的形式对诉讼时效期间的考核 那这个呢 考的是普通诉讼时效期间 对于普通诉讼时效期间 我们知道他是自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力受侵害和诱人之日起 时间是三年 那么甲已签订买卖合同 约定甲呢 是2020年3月1日向已供货 已在收到货后一个月内付清全部款项 那么甲一约供货后已未付款 所以呢 到了2020年的4月1号 是吧 我3号 3月1号发的货 你说一个月内付钱 结果到了4月1号 一个月的时间借满了 这种情况下 仍然没有付款 站在假的角度 是不是就知道自己的权力被侵害了 所以从这一天开始 往后加上3年 也就到了2023年的4月1号 所以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就是第一选项 所以你得知道起算点在哪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诉讼时效期间起算的具体规定 那如果是辅条件和辅期限的行为 必须是自条件成就 或者期限届满之日 才开始计算 你给了人家期限了 你期限之内人家都是可以行使的 对吧 好 接下来如果约定履行期了 那么就是履行期限 届满之日 约定好了 收到货一个月内付款 那这一个月他可以随时付款 不能说今天没付 你就觉得自己权力受侵害了 那也许明天就付了 对吧 但是如果说超过一个月了还没付 履行期限借满了 那我们就知道自己权力被侵害了 那诉讼时效就起算了 对吧 好 那么如果说未约定履行期限呢 未约定履行期限 我们看看 根据交易习惯能不能确定 如果根据交易习惯能确定 那同样相当于是有 那么有就是履行期限 履行期限 好 那么如果说不能确定履行期限 那一般情况下呢 就是债权人可以随时要求债务人 履行 但是要给出一定的履行的这个时间 你不能说是半夜12点到人家帮帮帮敲门 要求人还一个亿 是吧 谁家放那么多钱啊 对吧 所以我们说自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限 那这个宽限期实际上就相当于你给出的履行期限 对吧 但是注意一下 如果当债务人 在债权人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时 就已经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了 是吧 老赵找到了老侯 跟老侯说了 说老侯啊 咱俩也没说你上次借我那钱什么时候还我 我现在着急用钱 那这么着 你一个月内把那钱还给我 老侯说我什么时候跟你借钱了 对不起 我没借过 我不还 你看 如果老侯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 老赵还用等到一个月以后吗 不用了吧 你现在是不是就知道自己权利被警害了 所以就是从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制日期 就可以计算诉讼失效了 那么如果约定同一债务分区履行的 大家注意一下 这个必须要等到最后一期履行期限 履满制日期开始计算 这条是可以设陷阱的 告诉你每一期履行期限履满制日 这个是错的 必须是最后一期履行期限履满制日 好 那么接下来 是无限人的问题 对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诉讼失效金的起算 以前只有一条 那么今年新增了一条 作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如果他们的权利受到了侵害 他自己能直接向法院起诉吗 不行 这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依法不能独立实施的法律行为 那他要经过法定代理人才可以 所以他自己知道没有用 说孩子在学校里面受欺负了受侵害了 他知道没有用 必须得谁知道 必须得他爹知道 所以是从法定代理人知道或应当知道 权利受侵害及义务人之日起开始计算 好 第二种情况说的是 如果侵害这个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这个人就是他的法定代理人怎么办 那这种情况下就叫儿子告爹 儿子告爹 你要通过爹去告 这就形成悖论了吧 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得干嘛 我们得先更换监护人 更换新的法定代理人之后 由新的法定代理人对原法定代理人去起诉才可以 所以他的诉讼时效期间起算点是法定代理 终止之日 那么再往下是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害的损害赔偿请求权 这个呢 是受害人年满18周岁之日 大家注意啊 受害人年满18周岁之日 本身是属于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点 并不意味着未满18周岁到人民法院起诉 人民法院不受理 随时都可以起诉 法院都是受理的 只不过诉讼时效期间不计算 当然了 如果受害人年满18周岁了 还要同时满足知道或应当知道自己被侵害 那我们的诉讼时效期间才开始计算 如果他受侵害的时候年龄比较小 即使年满18周岁了 他可能并不知道自己当年受侵害了 那这个诉讼时效期间仍然不计算 好 再往下 是以不作为为义务的 那这个呢 是自知道义务人违反不作为义务之 比如说 劳动合同的经验禁止 约定劳动者不能去某义务人单位工作 结果劳动者去了 那原单位当知道劳动者去新单位工作的时候 他就可以去起诉了 诉讼时效就起算了 好 最后一个就是国家赔偿 国家赔偿呢 是自当事人知道或应当知道 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 行使职权时的行为 侵犯了其人身权财产权之日 你比如说 在 积压期间 被暴力执法了 对吧 这就是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 侵犯当事人身权利吗 就可以申请国家赔偿 从知道至起就可以算了 但是大家想一想 被积压期间他能行权吗 行权不了 对吧 这不是人身自由受到限制了吗 客观原因导致了不能行权 所以这种情况会导致诉讼时效期间终止 因此呢 我们会从被积压等限制人身自由的期间 结束之后开始算 被积压等限制人身自由的期间 是不计算在内的 就是这样 好 看题 这是17年的一道单选题 这道题说 关于诉讼时效起算的表述 正确的是谁 A说当事人约定同一债务分期履行的 是从最后一期履行期限 届满之日期计算 没有问题 是正确的 我们特别强调这个点了 是吧 陷阱点 就是在这 是吧 不是从每一期履行期限届满 而是最后一期履行期限届满 才开始计算 好 那我们看看其他选项错在哪 A选项说 国家赔偿的 是自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 实施违法行为时 起算 他实施行为时 你并不知道这个行为损害自己权益的 算吗 不算 是从当事人知道 或应当知道 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 实施的行为 损害其人身权 财产权 才开始计算 而且被积压期间 还不计算在内 对吧 所以这个是错的 C说请求他人不作为的 是自义务人违反不作为义务时 其算 他违反了不作为义务 你知道吗 他去竞争对手公司上班了 你们有经营限制协议 你知道他去了吗 你不知道 那怎么算啊 必须得从 知道或应当知道 义务人违反不作为义务时 才开始计算 错了 递选项说 可撤销合同的撤销权 从当事人知道或应当知道 撤销事由之日起计算 撤销权 是不是从知道或应当知道 撤销事由之日起计算啊 是啊 有些人他为什么不选啊 因为撤销权是行政权 行政权适用的是除施期间 它适用诉讼时效的计算吗 根本就不是用诉讼时效期间的规定 何谈诉讼时效的计算呢 所以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A选项 所以文字号 遭赞讯 融 因此 关å